桃園市總工會的李超長 李市長 來跟各位的加油打氣下 各位打工夥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想在場我們的勞動局的觀念 我就一介紹除了科長 專委以外 還有很多的同仁 那更感謝現場有媒體記者前來 那我個人是桃園市總工會李市長 我叫李超長 我還想各位勞工朋友 可能很多人都第一次見到我 那我個人在我們貴公司 在第一次的一個大決的時候 我是每一場都參與 除了跟司長 跟我們局長還有科長 專委幾位 常進公司協商以外 那沒想到在第一次的一個大量解雇之後 馬上緊接地讓各位 在這麼不安定的環境裡面 要接受解雇 接受值錢 我想剛剛我們蘇里市長提到了 各位對工會有信心 對工會 能夠有支持的話 我要講 台灣市總工會已經在兩三個禮拜以前 我們就已經提出了相當的一個計畫 包括剛剛我們蘇里市長所提的抗爭 我們是有在做殺反規 那屆時呢 如果真的需要用到各位 各位 為了自己的權利 為了自己的福利 為了自己的工作權 你再不站出來 台灣市總工會更加厚 也沒力量 就像我們每年 五一上台北街頭抗爭爭年競爭什麼的 一次幾十步遊覽車 如果沒有各位的大力支持 台灣市總工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為各位出身 為各位出力的 所以今天這個場合我看的實在有點不死 但是也覺得很感動 這麼多的一個勞工朋友 能出席這個說明會 我們也感謝市政府 做了相關法規的一個說明 我在個人 在之前 我就一直 尤其上個禮拜 我有親自 找了市長 我們希望政府的力量 一定要介入 這個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資權案 絕無情有的 我在想 這麼大的公司 這麼大的一個 這麼多的那個資權 我們看的 真的是很不冷靜 所以呢 我們希望 剛剛工會所提的部分 到時 下個禮拜 開會 有必要動員到大家 大家一定要支持好不好 好 好 對自己 對工會有沒有信心 有 有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